動漫我要聽 這寫百分百元的 怎麼會被我溫柔的掌聲給你快呢 為什麼寫太黃了 因為我有少女心啊 因為我純潔青春的肉體 大人物藝術製作 主持人 電玻璃長永博 主持群電玻璃發展促進會 天啊 最近的天氣實在冷到不行 我的手都快凍僵了 別怕 看我用太陽之手來溫暖你 丁達你的手好溫暖喔 很適合做麵包 那你眼眸看看我的吹雪之手啊 冷冰冰的手很適合做派皮唷 啊 當年那時候好冰 根本冰過頭了啦 對啊 我都快要可以表演 Elsa還起初秀了啦 哎呦喂呀 我們今天該不會是要介紹 冰雪奇緣吧 呃 不是 先來聽一首歌曲 再來為大家介紹今天的作品吧 要聽到的歌曲是 烘焙王動畫OPE 鳳凰雲 歡迎收聽動漫我要聽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作品 嘿嘿 聽到剛剛我們開頭講的 太陽之手 應該就知道了吧 沒錯 就是烘焙王 哇 光是聽這個名字 就讓人流口水的標題 老樣子 先請在場的李民們打聲招呼 晚安 我是愛吃奶酥麵包的大雷 哈囉 我是愛吃毛蟲麵包的叮噹 大家好 我是愛吃冰心軟發的小薇 真是萬惡的這個什麼麵包聞 聽你們這樣講我現在肚子真的好餓 不過我們的聽眾朋友們也得忍耐一下 因為這個單元 顧名思義嘛 話題都會圍繞在麵包上面咯 我說叮噹啊 你就別吃麵包了 趕快簡單介紹一下這部作品吧 嗯 嗯 好的 烘焙王日文原名是 作者是巧可龍志 作品於2001年到2007年於週刊少年三代上連載 單行本總共有26集 其實原本是限定五週的短期集中連載 但是因為廣受讀者歡迎 之後才成為正式連載的哦 嗯 至於是怎樣的內容這麼受到讀者歡迎呢 就聽我介紹一下故事啦 擁有太陽之手的少年東河馬 因為小時候被姐姐帶去麵包店 吃了店長做的好吃麵包 並聽了店長的夢想 我想要做出對日本人來說 比米飯更加好吃 日本獨創的日本麵包 之後河馬就立志做出屬於自己的日本麵包 開始自學 之後為了實現夢想 到知名麵包店潘塔吉亞東京總店 參加真材考試 踏上實踐夢想的旅程 嗯 光聽這樣沒有看過這部作品的聽眾 可能會覺得這部很正經又很熱血的作品吧 但是呢有看過的聽眾應該知道 烘焙王在表現食物美味的手法來說 可是不輸給中華一番喔 啊 我以為小當家做出一掀蓋 就發出萬丈光芒 或者是跑出飛龍的料理 或者是吃完料理之後 會切換成不同背景的表現手法 就已經夠誇張夠厲害了 那這個烘焙王到底還要厲害到怎樣的地步啊 哦 看前面幾集是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啦 像是吃完可鬆麵包 會把身體彎成心悅狀 要不然就是吃完螃蟹麵包 這個手呢就會變成剪刀狀 然後螃蟹走路之類的 有點戀奇 對啊 而且有點誇張啦 但也是還可以接受的範圍啦 嘖嘖嘖 嘖你又嘖 對 這就是永伯你看的集數不夠多啦 好吧 我承認 我只看到潘塔吉亞新人賽結束之後 就沒有再繼續看了 哎呦 永伯你這麼愛吃麵包 怎麼只看到那邊啊 我去吃啦 真的 越後面越精彩 而且麵包也越來越好吃喔 所以反應也越來越誇張 對啦 沒錯 不過也是因為麵包越來越好吃的關係嘛 就是因為本博太愛吃麵包才看不下去 每次呢都會忍不住要吃麵包來配著看 結果就胖了不少 哪敢繼續看下去啊 先別管我看了多少 那我還是很好奇 後面還會有多少誇張的反應啊 嗯 永伯我們先來聽首歌 之後再幫沒有看過作品的聽眾們整理一下 接著要播放的歌曲是 烘焙王ED2 To All The Dreamers 好的 繼續剛剛的話題 趕快告訴我烘焙王之後 還有一些什麼誇張的反應啊 永伯別急 雖然我也很想趕快告訴你有哪些誇張反應啦 但還是顯微沒有看過作品的聽眾們 再稍微深入介紹一下故事內容囉 嗯 就像上一段大內提到的 河馬為了成為麵包師傅 到了東京參加潘塔吉亞東京總店的徵選 這就是故事的開始啦 在那裡她遇到了有同樣目標的 開朗搞笑關係人河內宮界 還有個像日本武士一樣 做麵包手藝超群的周訪元界 當然還有咱們女主角 子川越南啦 嗯 為了不劇透 我就不說比賽的結果囉 嗯 簡單說 因為這是讓主角河馬第一次展現才華的競賽 以及跟日後一起打拼夥伴建立情形的重要時刻 以及了解故事以後走向的重要章節 所以精彩度自然不在話下囉 除了這次的總店真彩考試之外 加上之後潘塔吉亞的新人賽部分 統稱為潘塔吉亞新人賽篇 嗯 的確 永伯在潘塔吉亞新人賽篇當中 除了看到各種好吃的麵包 也從當中獲得不少跟麵包相關的知識哦 像是這個超低溫長時間烘烤 以及酵母的重要性等等 當然啦 更重要的就是 河馬製作的日本麵包了 另外還有就是啊 了解到一些這一開始就提到的 河馬擁有太陽之手 到底為什麼適合來做麵包啦 關於這點呢 就由我電波裡甜點見習 小薇我來幫大家解說囉 阿你不是做甜點的嗎 也懂麵包哦 哎呦 當然會啊 基本的還是懂啦 好啦 所謂的太陽之手呢 顧名思義啊 就是手的溫度比普通人高 好 而這樣的溫度較高的手 在搓揉麵團的時候 就可以發揮 縮短麵包發酵的時間的優點哦 欸 不過說是這樣說 擁有這樣的手的人 卻是少之又少 作品中擁有太陽之手的人 除了河馬也只有兩個 其他像河內或是 周訪員等人 都得靠後天練出太陽的防護手套 以達到近似太陽之手的能力呢 對 嗯 但其實這邊我要澄清一下 太陽之手對麵團發酵率的那個 橡母貢獻率只有7%的程度 所以也沒有說差很多啦 當然有還是最好囉 當然啦 不然我們的主角的賣點 就少了一個啦 對不對 而且河內也沒有必要 那麼辛苦的 練成太陽的防護手套了嘛 不過除了太陽之手 永波還記得啊 一開始你們還有提到什麼 吹雪之手對吧 聽起來跟太陽之手是相對的 嗯 對啊 所謂的吹雪之手啊 就是手的溫度異常冰冷 雖然比較不適合做麵包 但是對於製作那種 需要較多奶油的塔或是派皮的時候 因為手的溫度比較低啊 就比較不會使奶油融化 所以製作不會發酵的東西 是最適合的喔 既然太陽之手跟吹雪之手都提了 就不能不提女神之手啦 這也是我們主角 東河馬的另向特技喔 不愧是主角啊 是不是 所謂的女神之手呢 得靠小時候開始鍛煉指關節的柔軟性 才有辦法得到的喔 也就是柔軟度非常高的手喔 這雙手的優點就是塑造麵包形狀的時候 很佔優勢 講到這邊啊 雖然得到很多關於手的小知識 還是沒有說到永波想要聽的誇張反應 那只好先進一段廣告吧 你們可別忘了喔 哎呀 才不會忘記永波你呢 好了 先來聽首烘焙王動畫OP3 Chi sana uta 耐心等一下吧 才不會忘記你喔 歡迎回到動漫我要聽 現在進行的單元是李掌博報告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主題是 讓愛吃麵包的永波看了就不停流口水的烘焙王啊 這個我知道 好得先讓你們把故事篇章都介紹完了 那麼才能夠聽到有哪一些誇張的反應 所以你們請吧 好 那我就在不劇透的情況下繼續介紹囉 除了剛剛提到的潘塔吉亞新人篇以外 烘焙王還有摩娜歌杯篇以及烘焙王9篇 這兩篇主軸都是圍繞在跟潘塔吉亞家族內部的鬥爭 以及敵對麵包店桑比耶魯野心伯伯的併購計劃 其中摩娜歌篇 因為是河馬等人代表潘塔吉亞出國比賽 除了有許多各意齊趣的角色會登場之外 還能看到各種不同國家的特色麵包 好好吃喔 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河馬的日本麵包大戰身手喔 既然都提到日本麵包那就趁機講得更深入一些吧 畢竟這也是故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呢 日本麵包的日文發音為加胖 而麵包的日文發音是胖 加胖聽起來就像是日文的Japan 所以加胖就是指日本麵包啦 也就是玩諧音梗啦 嗯 在作品中啊 登場的日本麵包就非常多 河馬它都是以號碼來命名 最多有到日本麵包61號耶 但不是每個數字都有出現呢 我算了一下 總共只有24個日本麵包 在作品中登場而已 雖然我只有看到新人賽篇 但是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麵包就是日本麵包44號了 記得啊這個麵包好吃到讓河馬的熟公 東馬三郎還有黑柳亮上天堂呢 可以說是河馬最強的試作麵包啊 之後還能有比這個反應更誇張的麵包出現嗎 有喔 一進入摩納歌杯後就越來越誇張了 到了烘焙網九篇更到了極致啊 這邊舉幾個比較誇張的反應例子給大家聽聽吧 像是登場人物全都變成少女漫畫畫風 還有穿越時空回到過去改變歷史 跑到一空間還有人變成水庫存錢筒 還把鋼彈銀河鐵道999怪獸卡美拉已經活躍忍者 或是航海文的Jump系列拿來惡搞 更誇張的是還可以改變人格喔 哇 的確比起上天堂有過之而無不及啊 不過這樣不會有版權問題嗎 這個嘛 據我所知除了大怪獸卡美拉有取得版權之外 其他就 變圖人創作 不過有銀河鐵道999反應的那一集 最後啊原作者松本林氏老師有寫感想喔 所以也許松本老師覺得還可以 但是因為跟原作內容實在太上 動畫播出的時候就有B調了 真的是呼應了橋口老師自己說的 動畫應該沒辦法直接播出這句話呢 可是其實有些看過的讀者會覺得 明明一開始只是單純表現麵包美味的反應而已 為什麼到後面就越來越誇張啊 甚至變得很科幻 而覺得有點不太喜歡 但就是見仁見智啊 像我就蠻喜歡的啊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做著還能在變出什麼花樣來 就跟你做的甜點一樣 我們永遠不知道吃下去會有什麼後果啊 真的喔 爆發 火山爆發 怎麼這樣 其實按照食譜來做的話 我也可以做出好吃的麵包喔 像作品中出現的可以用電鍋做的日本麵包2號 我就有做成功 對對對 差點都忘了這個特點 作品中的日本麵包還真不是亂想像出來的耶 除了小薇說的日本麵包2號 可以真的用電鍋做出來之外 日本的三崎麵包還有將其中幾款日本麵包做出來販賣喔 還有就是潘塔吉亞南東京店的麵包也有被做出來賣 總銷量還突破600萬個喔 可見作品多麼有人氣 台灣老闆快把這道學起來啊 真的 不過呢要提到的是除了被實體化的麵包之外 我覺得在烘焙王9片裡出現的麵包也讓我學到很多喔 因為麵包呢是要結合日本各個在地食材製作的 所以呢我也趁機認識了很多地方名產 像是大間的紫色海膽還有大曲的彎曲蔥等等 嗯我想講到這裡呢 相信聽眾朋友們都應該了解到烘焙王這部作品的特色了吧 其中有正經的啊有搞笑還有熱血有誇張 同時呢也能夠得到許多關於麵包的小知識 是吧 真的 好好我也餓了 好那在單元最後呢就播放烘焙王動畫ED5 Merry go round 好你們都餓了對不對 是 趕快去買個麵包來配這個聽我們的節目好不好 那當然變胖了阿伯不負責任喔 哈哈哈哈 你根本就是懶骨頭 唉呦我這邊說的懶人包是因應BBS的版面設計誕生的啦 因為文章列表是採標題陳列 在有鄉民大量回覆的時候 關鍵文章就容易被淹沒 這時就會很多新來的鄉民一直問 到底發生什麼事證據在哪之類的 因此就有好心人把關鍵文章集中到一篇文章裡 方便大家在短時間內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 這就叫懶人包啦 唉 我說了這麼久 你懶人包整理好沒啊 欸 人咧